彭博说郭台铭参战颠覆台湾大选 却让民进党更有机会赢 他说以目前状况看来 郭台铭前进总统府的道路相当受限 他将与支持两岸建立更紧密关系的 两名候选人侯友还有柯文哲直接竞争 因此可能瓜分选票 所以当然了 这个候选提高了反对派竞选者联合起来 对赖清德构成更大挑战的机会 那么同时呢 在这个彭博里面也有这个专人作家评论 特别提到就是说 在美中关心紧绷 台湾夹在两大强权之间 郭台铭的参选 他是其中他毫无政治经验 还出来选老实说 是一个不令人乐见的干扰 BBC 这个郭台铭参选的消息 登上了BBC的首页 那直接标语说想当总统的 iPhone亿万富翁 那提到了有一大隐忧是什么 里面报道了郭台铭 喊出了三只小猪团结 打败民进党大野狼口号 但现在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会发生 相反的 虽然郭台铭拥有财富和名望 但他的参选更有可能进一步分化在野选票 这意味着民进党赖清德 尽管最终只拿到四成选票 但有可能是最能胜选的候选人 好BBC今天甚至还用了自决坟墓这四个字 所以在这边其实在第一时间 礼拜一的时候吧 郭台铭宣布要独立参选之后 我们兵哥请你就有讲 也有可能你认为会加速蓝白整合 那目前看起来 尤其这个 刚刚我觉得 波基他其实形容非常传神 就是说接下来郭董 还会有什么样的小动作 是整合还是整人啊 目前显然 大家自己心有自由公平 所以感觉起来是不是柯侯 赶快谈一谈的这个气氛越来越浓厚 接下来反正郭董过去在商场上 怎么跟人家玩的 接下来他就会在这里用上来 因为这是他惯用的招数 所以他会做出一些动作 一点都不令人意外 那我是觉得现阶段 其实蓝白没有空理他 对啊 我讲实在话根本没空理他 你们自己先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 那我个人认为 其实以现阶段来说蓝白 虽然可能开始有一些意愿要谈 可是要怎么谈 恐怕都是个大问题 何况国民党这边问题更复杂 因为侯友宜本身是候选人 党主席是朱立伦 所以如果要谈的话 也不是侯友宜就可以谈 你朱立伦要加进来谈 对所以这个 这个就会造成更复杂的一种状况 朱立伦到底想要怎么谈 这个都还是个问题 那连胜文今天讲说他 本来国民党受命他去跟郭台铭谈 就郭台铭的意思就是猴下郭上 对 那问题是 我们反过来讲好了 那国民党去跟柯文哲谈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柯下猴上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那柯同样也是这样讲 应该是猴下柯上 因为我民调比较高啊 那如果大家都有这种想法的话 那永远也谈不成 这个就是很必然 到最后就是大家一路走到黑就对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蓝白之间 比较好谈的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他们立委那边确实已经开始有一些互相力量 跟合作的一些现象 那这些可以继续加强 那接下来就是 我觉得大家开始要联系 你说现在要直接谈 我个人认为机率不高 因为现在才8月多还不到9月 虽然8月已经快过完了 我认为不到9月中以后 恐怕都不太可能谈 因为郭董也正在冲刺当中嘛 然后这个 柯文哲跟何伟宜 现在谁说谁谁输谁赢都很难讲 你看今天进电视做的那个民调 如果撒卡多的话是柯领先 如果是4咖的话反而变猴领先 对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就变成各自有一些筹码可以去做交换 所以这个目前为止大家都还不可能会直接认输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 先开始蓝白接触 然后就不用理郭台铭了 因为这个时候谁去理他谁倒霉 我想说话 因为你去你去跟他 谁理他谁倒霉 对一定的啊 因为你去跟他谈的结果 第一个你又不知道跟他谈完之后 他到底认不认账 对不对谁晓得 你怎么知道他讲完之后 他会不会又跑出去跟外面 又跟外面讲讲了一堆之后 然后他还搞不好用很轻蔑的态度 可是我没有答应 那不是更难看 所以在没有办法确认郭董真的想谈的时候 基本上找他谈是没意义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认为就是蓝白这边先开始做一些 初步的一些合作 然后合作到慢慢开始 再是更明朗一点的时候 再来做进一步的深谈 那在这段时间保持接触 实际上我知道他们其实一直都在保持接触 对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觉得就是按照这种方式渐进去发展 那至于说 郭董的问题呢 因为他还会有一些新的动作出来 所以你这个时候 当他的心还不定的时候 因为他还年轻嘛 他心还不定嘛 所以 所以就是要让年轻人都发挥一下 对让他走跳一下 不然他也不会甘愿嘛 所以就等郭董定性的长大了一点之后 我们再来谈这些问题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好 那当然现在连外媒都可以看得出来 郭董出来就是便宜赖心得 这是很明显的 我想这个也不需要外媒了 也不需要什么权威杂志 我想路边的小孩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嘛 那郭董会不知道吗 郭董当然知道 那问题郭董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我跟 我就讲我跟小毛毛嘉庆 我们两个在吃饭的时候也在闲聊 就是小毛问我我也很纳闷 就是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郭董本来是要在 我们大家都传闻是9月3号 甚至9月9号才要宣布 那为什么突然之间提前宣布 那刚好他在宣布的前一天是跟 据他说的他跟侯友宜见面 到底侯友宜跟他讲了什么 为什么会刺激他立刻宣布 而且这个宣布的措手不及到 支持他的人好像都有点错 你看那些国民党本来可能会出走 这些地方派系 有点措手不及的那种反应 所以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侯跟郭之间到底谈了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很耐人寻味的东西 所以我是给大家一个建议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很急 有的人破口大骂 有的人怎么样都 我觉得那个都没意义了 因为假设事情真的是 我们现在目前台面上看到是这样 我直接跟大家讲已经完了 结束了 那我们现在唯一可能的希望就是 实际上台面下 还有一些另外的东西正在发酵 正在运作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家就拭目以待 那该吃的吃该喝的喝 该去运动的去运动 不用太在意这个东西 因为我说真的 这个时候你急也没有用 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就让他们 因为这几个年轻人 都还蛮爱玩的嘛 就让他们玩吧 那我们老头了 我们就慢慢看就好 郭台铭让人家觉得已经没有信用了 而且还是不断的在勤勒 来看到这个是今天忠实的观点 郭台铭刚毕自用 拿疫苗情绪勒索 对于再也整合 郭台铭老是拿当初买BNT的经验来说嘴 说要化不可能为可能 但要怎么去做 有什么能力 郭都无法说明 反倒说来说去 就是一直拿他捐疫苗的事情来 情绪勒索全台湾人民 但连最基本的诚信都做不到 根本没有资格去整合他人 而说到这个买疫苗 其实这个50亿买疫苗 但是他不是拿他私人的荷包 鸿海30亿 永龄基金会20亿 但最后邀功全部是郭台铭自己一个人 那当然大家也会质疑说 郭董买疫苗有问过股东吗 80万鸿海股东呢 还有当时他已经离开鸿海两年 凭什么动用鸿海的资金买疫苗 就像他这个最近这两天的发言 对不起鸿海的股民一样 那现在才让人家知道说当时这个疫情的期间 买BNT的这个疫苗 其实不是只有鸿海跟永龄基金会 还有磁剂 还有台积电 那请问这个张忠谋或刘德英 会跑出来拿这个来说嘴 磁剂上人 或者是磁剂的相关的这个干部 会跑出来说 磁剂买了多少支疫苗 所谓为善不育人知嘛 那今天如果郭台铭为了选举 要拿这个出来邀功 那就显得为善是有目的 更何况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那时候在炒这个买BNT疫苗 的确蔡英文政府 从陈时中到蔡英文 还有当时的苏贞昌 都在挡疫苗 那后来郭台铭不是也 恳切的写了信给蔡英文 然后也公开向蔡政府喊话说 他跟选举无关 他买疫苗的动作无关于选举 也不是跟总统大选有关 然后甚至在写信 写公开信给蔡英文的这个过程 不是公开信 写email后来被人家报出来 所以那个信的内容是 他甚至会全家移民 所以从那时候就说话不算话了 对啊 所以刚刚我们讲一个小时 他在讲他的想法 他的做法 和他的所说所言所行 你不觉得这个人 讲什么 能够听得进去留几分 所以从那个时候 你在骗蔡英文嘛 你没有全家移民 然后你在骗大家嘛 你那时候说跟选举无关 也无关总统大选什么的这样 所以当时他只是想要 那个化解民进党 蔡英文 苏贞昌 和陈时中 挡疫苗 挡他的敌意 挡他 如果你是跟总统 我相信如果当时他 当时蔡英文 假如那时候大家未卜先知 知道郭台铭今天会有 这样的状况的话 挡得更凶啊 所以我觉得今天 如果你要把这个事情再拿出来 当然鸿海跟永宁基金会 各占将近一半 30亿跟20亿 总共50亿元 去买这样的一个疫苗 然后引进BNT 大家还是觉得 这个是有帮到我们疫情 至少那时候在民进党 阻挡疫苗的过程当中 是有帮助大家 当时在这个台湾 解决疫情的这个问题 和大家的需求 可是今天到了选举 疫情结束了 然后到了这个选举的时候 把这个拿出来说 我觉得非常的这个 有失你自己的这个道德和资格 而且让人家知道说 那你凭什么叫鸿海去买 你已经在两年前 不是四年前 两年前都退出管理阶层了 只是说 因为你有17亿鸿海的这个持股 然后你有12%的这个持股的比例 那鸿海就一定要听你的 而且 我就要想想 还好没有买鸿海 鸿海的80几万的这个股民 除了前两天那个 这个昨天因为下跌之外 那当时要鸿海出30亿元 你永宁基金会20亿 他能够支配 他能够影响就算了 那要鸿海30亿 搞了半年 虽然你退出鸿海经营层 还有这个管理阶层也不是你 你还是可以叫鸿海 随便就拿30亿出来 那股民怎么办 这30亿要怎么去认列 是鸿海的 在他的财报里面 要怎么去显示出来 那当然鸿海自己会做嘛 可是 当 你说鸿海不是只有你这个股东 有80几万名的这样一个股东 那 是不是在股东汇报的时候也要 寻求股东们的同意 所以我觉得 你似乎把这样曾经你创办的 这样一个大企业 变成你私人的这样的一个 竞篮 然后 用这个去买了疫苗 那现在在为了选举要去邀功的话 我会觉得 蛮可悲的 因为 当时在台湾大家都帮他讲话 博得很好的民生 协助他去对抗民进党政府 对抗这种党疫苗 然后不知民间疾苦 然后为了政治目的的这样的一个 民进党政府 大家就协助他 当时因为 从现在来看 从现在看不知道当时他没有政治目的 但现在来看是原来他有政治目的的话 会觉得当时我们大家在帮你 也在跟你一起面对民进党政府 可恶的陈时中跟蔡英文他们 而现在回过头来看你 你还不是跟他们一样 还不是都有政治的目的跟盘算 只会让大家觉得 我觉得民众才会觉得 看起来好像是大家都被耍了 所以我觉得他今天是当事人之一 不需要再拿买疫苗这件事情拿出来讲 就算你今天要选总统 你要参选到底也好 你要联署 你要独立参选 不用拿这个好像感觉来讨人情吗 是大家打过你买的BNT疫苗 谁知道我这个BNT是 是鸿海买的还是慈悸买的 还是这个台积电买的 那欠你人情 然后怎么样 要帮你连署 然后就要把票投给你吗 但BNT都混在一起 谁知道是哪一个人买的 所以我觉得不需要拿出来说这个嘴 而且这样讲我觉得蛮没品的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